開心大派對 大家好 阿帆好 斯文好 上個星期大家都很開心 我們的開心大派對 愛最美麗 維港之爺 2024 很圓滿地舉行了 很感謝所有聽眾、觀眾、粉絲 以及贊助商的支持 還有我們的嘉賓歌手 還有我們的嘉賓歌手 那天晚上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所有人都滿載而歸 好開心 那天很多粉絲都很熱情 我覺得我有點不好意思 那天晚上我的身體太難聽了 你也辛苦了 辛苦了 又要幫我們做很多的 捅囚、監製 要接著聲音來說話 我也盡力了 我也盡力幫你說很多話 你知道我平時的人都不要說話 那很多人就讚阿帆 我多謝嘉賓姐 原來她跳舞那麼厲害 十幾年沒有跳 但你真的排了她游泳 她排了一兩次而已 我看過很多次 雖然和你排了兩次 所以你在家有秘密聯兵 有的 我看過很多次 然後自己去移動一下 但是嘉賓姐那些真的有壓力 因為她又做完表演 她已經熟透了 後面的小朋友都很聰明 小朋友比你厲害 其實比我厲害很多 然後我就上去排 我其實想排多幾次 你不好意思 因為你也知道她都熟透了 難道你還說排多幾次行不行 你妨礙別人 然後我 OK 我怕 因為你很少這樣的表演 你也沒見過 所以粉絲就覺得阿帆很厲害 所以多謝嘉賓姐 叫我跳舞 我心想唱就行 跳舞我真的不太行 可以了 你有空來上課 報名 最年長的學生 很開心 很開心 每個人除了見到自己喜歡的藝術 看到嘉賓姐 我們一起在玩 玩遊戲 她的禮物真的厲害 我看到她們只是重 可能要叫車 有些人中獎 我看到很多空氣清新機 吸塵機 吸塵機 她們很開心 她說 她們買的那個券 只是那包禮物已經超值了 即是為獎 也是 有些酒都漂亮 每人一瓶 因為我不懂得喝酒 Karen喝了酒 我拿回去給我的秘書喝 她說 嘉賓姐 這個酒 她的酒量不是很高 但是很香甜 那就不錯 我的主持 我們沒有份坐下 我們做事 沒有位置就可以沒有位置 但客人也好 我給了兩瓶酒 慢慢等上 我有個家長 真是很有心 見到你們兩個很賣力 她都說 又要送兩個大吉給你們 是 多謝 那個家長有過來 是 多謝 多謝 那天大家很開心 現場的氣氛超厲害 多謝我們燕會廳 她的同事也很賣力 她也很配合 因為有人唱歌的時候 她就認識 顏色暗一點 顛燈 會氣氛好一點 還有你會看到外面的夜景 圍境 圍港 很多人都說 那天我們做完 雖然是星期日 我們第二天要上班 不是假期 那天是星期一 我們都可以爆棚 開一開幾十圍 四十幾 四百多人 那天都會有說 其實夜繽紛 是不是可以類似這個東西 有很多藝人 唱歌 其實可以做這些 然後可以吃 玩一下 聽一下歌 希望晚上多一些經濟帶動 或者留著一些香港人 是一件好事 其實可以 你要去告訴楊局長 楊局長剛剛在康城回來 他們已經很努力 加了幾成的夜繽紛或城市 我想歌手和藝術都會支持 大家熱鬧而已 那你有多一些事情要做呢? 是一件好事 你回來做個計劃給局長 用回我們 已經有點現成客 你說局長 為什麼突然說起他 因為之前也有看過 九龍城吳寨這套電影 去了康城參與影展 楊局長也有去 在香港之夜也有出現 然後看到很多新聞都說 會不會因為這套電影這麼修得 所以都希望 七千萬 反正說回來 我們也有其中一位男主角 五穩龍出現 黃狗 等一下請黃狗來 我們現在又說回這一部電影 有機會將他的景 雖然我們叫做搭景 但也搭得很漂亮 搭到實景 可以有機會長期保留 是啊 因為其實好像說這一陣子 那些人都去拍 都去吃 真的 連九龍城那個商場 也搞了一個城寨的展覽 小學展覽 但也有很多人去看 都帶動到一些經濟 這個最重要的是網上很多人看 我想說 網上是笑話 可能是全港最客氣的展覽 除了本身的展覽版之外 他刷出來就是用A4自己刷的 但是他要色彈的 真的很簡單 刷出來給你 九龍城寨 證明這部電影很成功 也有很多人想懷舊當年的飲食 各方面的時代是怎樣的 其實真的是 如果做一個地方 好像九龍城寨那樣 那時候有很多小食 很多街邊的檔 叉燒飯是否真的有 我本身一定有叉燒飯 我記得有那些糧果 那些缽仔糕 糧果 或者茶果那些 是啊 有啊 以前香港的食物是有的 油炸鬼 豬腸粉 很多的那些 雞屎藤那些 是不是 芝麻糊那些 茶果那些 在屎頭不只是在掌門才出現 茶果有這個藥材 吃植物 真的有的 也可以搞熱鬧氣氛 我想都成功 但是你要找個位置 你知道香港地方少 如果要搞就不要太小 九龍城寨以前很大的 是啊 很大的 而且我覺得如果 譬如說 因為講到想帶動整個旅遊氣氛 我覺得不單止九龍城寨這套電影 香港有很多 所以有電影公司 有關電影公司也有說 除了九龍城寨 大家可以商量 但其實景 一拍完就已經拆掉了 但叫做未棄置 有些東西可以保留 政府方面也說 如果可以談到的保留 你看看有些沒有爛到的 未棄置的 可不可以回答好 如果有些弄爛了 會不會再做一些 到時計算預算 但電影公司就說 不如就不止一部電影 我們香港電影 其實以前也叫做亞洲荷里活 那麼多年 如果這幾十年 這五十年的電影 經典的 場景的 都放在那裡 例如嘉欣姐 你的食神 回答一部畫房 只有景點都可以 也有些東西 在這裡拍下那裡 好像搞一個 類似香港版的環球影城 其實那個畫房 我覺得也很可惜 太可惜 他不知拉去哪裏 又有他弄沉了 瓦帶 這個大家可以想想 可以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詩敏 范振峰 好 繼續回來 剛才我們說到上星期日 我們搞了這個活動 五月 我們每一年都會搞 跟我們的聽眾一起去到聚會 也做一次多謝各位參與的朋友 但我知道有些記者 在當天問嘉賢姐 因為這陣子太熱 我們在節目上的禮拜 都不斷說 何太 新何太和何白的情況 有些記者問你 會不會請他們上來 你知道嗎 我 我就不知道他們會不會上來 你猜 真的請他們 我猜都有機會 我覺得取決權 是應該是新何太的 是的 他現在也是KOL 是的 千羽BB 我剛才以為是不千羽 為何會叫做千羽BB 我都不知道 其實我想他或是不會上 你覺得不上嗎 是的 我想他或是不會上 因為 那天 人們說我講一些說話 怎樣 是怎樣 邀請他 是的 如果懂得聽 就知道我會講些什麼 哦 我就很客客氣氣地說 他說他有沒有請他上來 我說如果大家需要的話 我也會請他上來 但是我想他未必上來 收錢可能會 因為現在有出場費 是的 他應該可以做YouTuber 或者KOL 他應該要做的 哦 他好像說最近的時候 他有意在網上開直播 應該直播帶貨 好像說 有些人問他 他是在考慮的 因為說他出場費 也有十萬元 這麼厲害 是不是 林作想聘請他 林作想而已 但是他已經有其他事情 在談 哇 他也當紅 不過他真的當紅 現在你逛街問誰人 都會知道 出色 知道可白和辛何太的事 還有呢 竟然他在一個角落 都有幾個手機不同 拍了他 放在網上 我想說現在真的 每天都有人 去追蹤他們的行星 你每天在網上 你都看到 他是誰 他是誰 但確認了 知人知的事 他將會開直播 然後又說回一件事 有些人說他在直播 甚至乎他可能會帶貨 但他又直接跟網民 已經有聊聊天 他回覆他們 有回覆 他還未開直播版 但有回覆 又能夠扣到基哥 即是我們那個演嘉賓 也感謝基哥 逼基哥出來那天都很受歡迎 記者也有問他 也有問基哥 怎麼看可白的發生 因為兩個都是年紀相差 相亂 那天都很感謝基哥 白網中 都抽時間來的 唱英文哥的氣氛 非常好 加上現場環境 是很好的 記者就問基哥 說他怎麼看 是呀 是呀 他說他知道 但他沒有看內容 不理了 他不看內容 他說是兩回事 他說他不會理任何人的事 卻再提到中國 大家都 修理他 剛才等待她 馬上原來 所以和孫何太 摯說有一定所想的 新羅太太回答 當然不會 我有老公的 有老公 而且網民的意思是 人家有錢 機構有七層樓 如果真的喜歡你 喜歡她 她說不會 她是講解錢的 不是為了錢 永遠喜歡別人 我有看到千月BB 她還有沒有拍片? 她有沒有拍片? 我只是看到阮兆祥有拍片 你有沒有看? 我一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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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以為是何伯和珍何太 可不可以看? 是阮兆祥和李施哲 他們真的假裝得很像 而且他們是很貼的 是的 她的新聞說的對白是很貼的 連她自己放上youtube也有很多人看 有多多人追來看 她簡直不止拍一次 拍完又拍 拍了幾次 這次很成功 我覺得最棒的是黃祖嵐 她一人分析幾個子女都是他們 哈哈哈哈 真是好笑 適合她們福祿愁的訓練學院 她做一個示範是一件好事 好像說 可伯和珍何太太已經不會再接受訪問了 即是說TV如果再找她的話 即是暫時這樣說 遲些不知會不會有些變 如果找到一個客戶 可能又不同了 我想她不接受訪問 因為如果她真的準備自己做直播 她就自己說 不要浪費 都是這樣 你想知道我的什麼 就直播那邊說給你們聽 就是這樣 那也是OK的 而且就算現在沒什麼錢的東西 她只有四千多元 不知道她花了沒有 四千多元 她賣了兩隻龍鳳鴨 都有幾萬元 你也追得很貼 是的 但其實我覺得不用這麼快賣龍鳳鴨 有紀念價值 是的 你只有一個星期 吃多少錢 你起碼也要有少許儲蓄 即是浪費了龍鳳鴨 虧了那個差價 是的 所以如果她做直播 其實如果她 因為她教她 是怎樣去認識男朋友 以及怎樣可以嫁 不是一個直播大課 她不是教人認識男朋友 她是教人煲湯 是的 她是教人怎樣去煲湯 那你傳她又說認識男朋友 是的 另外那些人生課程 又說怎樣找到一個有錢的男朋友 不是 她已經做了很多的 那些短片 短片 如果你認識男朋友 一定要有錢 沒有錢 你不用去認識 如果有錢 你看她是否可以 即是有兩種 直播就嫁人家人煮食 拍短片 那些 那些 其實現在不就是 整個抖音 或者是小紅書 那些網紅 他們做的事情 是的 做兩種 因為她拍片 就是要去聚她的人氣 開直播大課 就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那些人就聰明 我也不知道 原來她的抖音 和小紅書有她的短片 因為她上鏡頭也是戴了面罩 那些人就是憑著她說話的語氣 對 再加上大家看到的這一段 眼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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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她 你知道網上大家很厲害 人面識別 但樣子不差 都挺漂亮的 她年輕 其實還不錯 挺漂亮的 好 將來看看她是否要開直播大課 是啊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好 繼續班尼的時候 繼續說說娛樂新聞 早兩天看到 這是一定可以說是國際的娛樂新聞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書琪和劉易菲 還有就是Ann Hufferway 還有一位印度女星 都被一個國際著名品牌 邀請到羅馬出席她們的活動 厲害 B字頭的著名品牌 但是當她們去到拍照 其實同場還有一位來自日本的女模特兒 叫做心星 心是森林的心 星就是一顆星就升 然後在那個活動那裡 兩次這位的模特兒 都好像對書琪沒有什麼禮貌 第一個就是五位女星坐在這裡 剛好書琪就和日本女模特兒一起去到坐 而那位的女模特兒為了搏 可能叫做霸的位置好些 例如嘉賢姐你現在坐在那裡 我當你是舒琪 我就是那個日本女模特兒 本身我們是這樣拼排的 手是扭著手的 但是我為了搶位置 我是把你壓在後面 我的肩膀在你的前面 明顯的 很明顯的 就是在那條片裡見到 然後阿舒琪就好像很無奈 這樣 好笑 還有他真的夾在自己 哇 這麼搶位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在那個品牌 他的負責人 就跟五位的女星一起去到拍照的本身 但是又是這位的日本女模特兒 然後就特意要站在那個負責人的旁邊 放了舒琪的位置 放了他下去樓梯下面 他已經是高大一點了 好像一七幾 還要橫一點 骨架模特兒又高的 還要這樣啊啊啊 人家真的縮了一角 是啊 那不要看而已 是啊 因為這兩件事 所以就說 好像之後這個國際品牌 他去到發佈的照片 就沒有了這位日本女模特兒的樣子 沒有了 就只有四位的女明星在那裡 這些是自己拿來的 真的不好的 然後人家 過分的走 因為你現在這樣搞 現在很敏感 可能會覺得你 心機淚 心機 還有牽涉到 人家覺得是歧視 種族歧視 國家 又不只是騙一個 舒琪還有 其他都是這樣 他照搶 因為他不理 他兩次都是在舒琪 舒琪就比較認真 所以大家看到 當然這些影片在網上瘋傳 也有人說 因為本身這四位女明星 才是他們這個品牌的全球代言人 只不過另外說 那個日本女模特兒 她是日本區的大使 所以在發佈的照片當中 就是沒有她的樣子 即使你怎樣開競 都不會把你放進去 都取代不同的位置 可能跟別人不同級數 那些人就是國際女星 金像獎 那些什麼 奧斯卡那批 所以 有時候 都是 你還沒到那個位置 你強行去做一些事情 還要令別人討厭 得不償失 得不償失 現在誰是肉酸 被人勾出來了 對 只差別人沒有出過通告 或出過告示 撤銷她做什麼品牌的大使 其實說真的 我看回這位女模特兒 她的來歷都非常厲害 她在日本都非常紅 因為她本身的媽媽 都是日本一個非常著名的珠寶品牌的設計師 然後她的家人 她爸爸也是非常有錢 然後她哥哥也是一個娛樂公司的老闆 姐姐也是做明星 可能也是 還習慣了 然後她的樣子也不差 她的樣子也不差 是漂亮的 她的身形是很突破的 她有個氣勢在那裡 有時候也不需要這樣 然後你中環了演藝界這麼多年 有沒有試過被人批刀呢 那倒沒有 被人攝毀呢 應該怎樣也會有 藝人攝毀會有的 但那些她不是故意要遮掩 而是她想自己找個好的位置 那如果你拿了別人的位置 這些她就沒有理會 你覺得她是 太太集中 對 集中要她拿了位置 她都忘了 她都沒有理會 那這些就要自己學會 她拿了你的位置 你自己又找個位置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對 就是這樣 不過有時候不道理 我又見過了 有一些大型活動 譬如籌款鎮災那些 可能台上有百多二百個藝人 我見過 如果不是那些位置 就算你強行讓你去中間位置 你都站得不來 會有人發聲 有人發聲的 對 他會叫你 會的 你給他回去 對 他會自己拿的 對 有些人心想 你不怕拿 我就讓你拿 你也要這樣搞別人 有些工作人員 有些記者會發聲 我見到 那次華仔 羅德華 站到很後 讓些位置給別人 但他當然不用說了 他要走出來 你已經知道 他站到很後 終於是那些記者都不肯拍照 他都要等 你出來 他都耍手 那些位置始終都是你的位置 都要求他去第一排的中間位置 才肯拍照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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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故意去遮掩別人 自己搶位就不太適合 現在你走不掉了 現在很多攝影機 很多人都慢鏡 看你之前的位置在哪裏 你說幾十年前 就沒有怎樣檢查到你 最多都是說一下你 現在很容易看到 所以現在你很少聽到 港者說 選美的時候鬆爭那件事 不要 因為大家都在拍攝 所以你很難去做這些事情 現在打劫都走不掉了 CCTV那麼害怕 你現在還搞這些事情不要 是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今天繼續回來 說起最近這個星期 有一個話題挺熱 有些網民說 在香港 在蘭桂坊 看到前韓國 天團 Big Bang 的成員 勝利 在此出現 但真的有一些照片 流出來 他在蘭桂坊 跟一些在那裏消遣的朋友 拍照 是嗎 是 他真的來了 那真的來了 但不知為何 大家就盛傳 那勝利來到香港 他應該是透過專才的計劃 然後移民來香港 然後繼而去做投資 不知為何大家有一個 這樣的小孩子出來 但是 這次政府很快反應 他說 是知道在韓國有一位前藝人 在五月初的時候 就來香港 他已經沒有做了 對 他在韓國應該沒有做 韓國現在也是很難搞的 因為之前都牽涉刑事案 當然 他只是坐牢 對 因為他是被判囚一年六個月 去年二月的時候 才刑滿出獄 然後政府回應 他來了香港 不過因為韓國的朋友 他來香港也是免簽證九十天 所以他還沒有收到這位藝人的專才申請 而且他說 如果你真的申請專才的資格 都會去治療程序 去檢查他所有資格 是否合乎這個申請 不過他以前真的很紅 他也很紅 但搞了那次新聞 還有一些犯法 他有很多單 他有剛才那個夜店打交友 然後有些話說 他那個夜店 就好像夜總會形式 有些女生 就要去逼女生 要去做一些非法的交易 不道德交易 但牽涉很多東西 那時候獨獨也有 是嗎 然後那些打交罪嫁 總之那些罪嫁也有 齊齊的 這個人就很頑皮 已經坐牢了 坐了 所以他最近在香港見到他 大家就問是否他來香港 因為不知為何有人說 他接下來會想在尖東那裏 投資做生意 他開夜店也是 他除了那時候BIG BANG紅 唱歌跳舞OK之外 他搞夜店是厲害的 那時候那間夜店 這些club是很旺的 爆到瘋 一位難球 門口都排隊 後來可能沒有 隨著知名度 或者醜聞 沒有了 但是他懂得搞這些 傳到這樣 就說他會來香港開 不知香港開會不會吸引到一幫人 你知道香港的韓風很厲害 或者都是一些噱頭來的 那些人又來看看他 亦都希望他改過自新 找一個機會可以做到一些 他自己有經驗可以做到的生意 不知道是不是來香港開 但是政府這次可能出名 第一 第二 他的背景背景 就這麼吵架 這麼混亂 所以他馬上出來 因為專財都不是你 你說是你 如果你申請移民的話 專財那方面 真的有案底 應該不行 真的未必批 難很多 但是你說自己私人 會不會來投資做生意 如果要投資做生意 就沒有說不行 沒有說不行 他拿錢和人家訓 他現在是有不用簽證 只是幾天 90 90天 他就來香港 或者探望好朋友 投資是可以的 玩 傳到說他在半山買豪宅 做你的鄰居 不過他們還是很有錢 那當然是 雖然坐還坐 還有坐那年多也不用花錢 還存起來 好 講開這個 夜店事件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男神 這個真的是男神 剛剛他那套戲的時候 他跟林依臣和許惠寧那一套電視劇 非常之紅 但是突然間在昨天的時候 這位朋友就說 有警察到他家去搜證 很大件事 說的是賀君卓 大家都知道 他是偶像劇的男神 當年拍太多太多的偶像劇 他都紅了 十幾年 一出來就可以了 一出來就紅了 那樣子還不會一出來就紅嗎 很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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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說 在星期五的時候 就說有警察到他家裡搜查 並且搜查他的手機 最初的時候就說 因為他人在拍電影當中 但他就透過劇組說 其實所有東西都配合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去到擔心 而之後的時候 也都出了一個聲明 因為他就說 為什麼會突然發生這樣的事 就說 好像成全在年初的時候 他就去夜店玩 他就說 對其中一個夜店的服務生 我不知道是旅公關還是侍應 然後就好像有些不禮貌的行為 所以就要去扣查他的手機 去查查一些東西 但是他在那個聲明那裡 他就說他沒有跟第三者有些越軌的行為 又沒有說澄清跟他完全沒有東西 沒有越軌的行為 沒有說澄清到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沒有這件事 也沒有澄清說他自己 他因為是那位的女士或是女公關 去報警 就是聖傳 這個聲明 也可能是沒有澄清說自己沒有去 默認了他真的有去 一定有去 有去 只是沒有越軌的行為 有沒有非禮的行為 不知道 但是有時候想不到 聽下去的人經常都這樣說 之前都發生過幾宗 吳奕凡他們 就說這些又紅又帥又帥又高大又有錢 大把要女朋友要女生 但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何君祥已經結婚了 有兩個小朋友 但你也知道 都還出來玩 還去夜總會 我覺得出來玩 朋友生日 那不是夜總會和夜店不同嗎 那他就寫酒店 如果台灣的酒店是夜總會嗎 是 是 他就這樣寫 當然 如果酒店是叫飯店 是 我想一定是有一些問題 如果不是那個女士應生 就不會去告他 一定是有一些越位的行為 但是我覺得以他知名度這麼高 本身有這麼多千萬的粉絲 其實不要作出這樣的行為 不過有時候喝了酒 喝了酒 亂性 其實說是喝了酒 如果正常推理你 都是我們所說的 就是你這麼帥 那麼有型 你怎麼會這樣 要女人都不是要這樣 去搞人家 但現實又未必 有時候你見人 那個樣子很普通 很平凡 但他真的對老婆很好 很專一 但你看不出來 這麼帥 原來新聞慢慢爆出來 就覺得變態也有 真的很可惜 但其實我剛才說 他跟楊盛林和許慧玲 去拍那一套電視劇 就叫做不夠善良的我們 同樣的都是說婚姻裡面 一些疑似出軌 或者是三角的情況 那是假戲真做嗎 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不是那個戲宣傳嗎 不是 已經下話了 希望沒事 也希望他珍惜自己 得來不容易的一個 在藝術界影壇上的一個地位 不要令到喜愛他的粉絲失望 這是最重要的 接著回來 我們有一位新進男神 真的很努力 功夫男神 為什麼他是男神 最近上一部電影 很受歡迎 我們外面的同事已經瘋了 十多人在排隊 讓他們拍照 我們待會有五師傅 五穩龍師傅來了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開心家房 來到我們第二個小時的開心大派對 雞耳之瓣 剛才我賺了很多錢 因為今天的嘉賓來到的時候 我就去幫很多同事拍照 我起碼的收入就過千了 你打算拍完照就像商場的開展 不是 剛才來到真的很多同事 爭取同一位仁興拍照 好有仁氣 好厲害 我們今天的特別嘉賓就是五韻龍 九龍城寨之衛城 歡迎Philip 黃狗 他的戲的角色叫黃狗 我看過這部戲 你那個角色真的很討厭 特別討厭 跟你本人相差太遠了 太遠了應該是情人相反 謝謝你們這樣想 我們都跟他經過了 我們跟他做過訪問 思思文文 不出手的時候 還有很客氣 很正氣 突然間做一個這樣的反派角色 嘩 又被他突然移出 最初有點不習慣 嘩 反差太大 平時 平時 Philip做的那些戲 十套九套 很正義 幫人 抱不平 為什麼突然有這樣的角色 我想知道 當這間電影公司找你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有這樣的角色 那時候你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 初初找我的時候 還沒有提供角色給我的 都是開會的 他完全不知道是九龍城寨這部戲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知道鄭寶瑞導演想找我聊天 我是他的粉絲 我看完他的戲 我很喜歡他的風格 他怎樣處理故事 角色 我知道他想找我 很開心 跑上去聊天 最初我只知道 他在籌備一部香港的動作電影 他想找一些香港的功夫動作演員 他說其實香港動作演員 一隻手都數到了 如果你數到70歲以上 就可能有兩隻手 就是我的年齡 真的很少 他就找我上來聊天 我很開心 知道他想搞這個電影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他想找我做什麼職位 也有聊天 做母子等等 即使你的心態是幕前幕後都可以 沒所謂 其實有他跟他聊天我已經很開心 聊到第三次 就正式提供角色給我 他說我想找你做黃狗 他開始解釋這個角色給我聽 那時候就說 其實Philip 你都拍了這麼多年戲 那些人都知道我找你誰 今次我們可以試一下不同的事情 甚至觀眾可能不認得你 那我不認得我 好啊 我對他這麼有信心 還有這麼大的粉絲 他說想做一些新的事 我也很渴望他用什麼新的處理方法 是的 導演是沒有騙人的 如果不說 可能你的poster 那些credit不說 這個是Philip 韻蒙 你這樣看 我想看了頭幾分鐘 都不知道 看過他樣子 都未必猜到 第一 你的演繹已經是不同了 那種嬉皮少尿的 還有你的髮型 簡直不是你現在的 我還說這個就是五敏龍 真的是他 那個髮型屬於什麼 是不是Jetlock 我覺得有點像 那個年代很煙 沒有Jetlock Jetlock是一粒粒粒的 這個是很長的 長的 英文叫做mollet 前面短後面長 然後他常常戴著褲子 戴著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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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怎麼形 整個臉都是東西 我也問導演 其實會不會有幾個長口 我可以脫眼鏡 他說不行 你眼鏡很堅定 對 怎麼打也不脫 怎麼打也不脫 我就看好了 為什麼在那個大廈的褲子 打也不脫 是不是要黏一些東西 後面綁著 後面綁著 不單止 頭髮也要綁著 有時打打一下 脫掉了 就要再回過 因為你經常 走上走下 你已經不能追到不得了 十層八層 飛來飛去 完全不脫掉了 是呀 是呀 你見不到 這個角色 其實我感覺是脫胎換骨 所以有時演員 最難得就是找到一個好的角色 無論你是正派還是反派 我坦白說回佳燕姐 我以前做開 那時候你還沒出生 我做開青春玉女的 突然間做到妃女正傳 做妃女 坐牢的 很恐怖 還要殺人 那部電影好像瘋了 是呀 但是我爸爸是 直接推了 不行 他的青春玉女 不能拍這些電影 那個年代 其實很誇張 是呀 那時候是呀 但龍江古說 這個角色是很特別的 令人令眼相看 而且你可以把自己的演技 再去發揮聲華 真的 有時有些反的角色 還可以讓你去發揮 是呀 得來的效果真的差很遠 好像今次你的九龍城寨 哇 就是你 很搶眼 很搶眼 而且我想你排隊接受訪問 也很厲害 約你做訪問 近排就會多些 因為部電影受歡迎 感谢主 那些觀眾又喜歡我的角色 我想多些人想了解一下 拍攝的過程 我每天都看到你 我昨晚才看到你 是呀 很多訪問 還有看上網 或電視 真的有很多 還有你的借票很厲害 是嗎 這個借票 我想最近說 你借了有沒有100場 他借了 真的 你看看 你長長都去借票嗎 也不是長長的 差不多每個周末 好厲害 每個周末都會去 除非要開工 有時候也撞了期未必 去到這麼多戲院 儘量 還有開心的 有多可可以 這樣做 真的票房很好 香港已經賣向7千萬 已經過了7千萬 賣向1億 好厲害 好厲害 內地就6億 然後也有台灣 人們都很關注這部戲 台灣剛剛看新聞 他們都說 這部戲是直逼我們 周處除三害 因為這部戲是近年台灣 電影在國外非常收得的戲 他們都說 這部應該會過 覺得九龍城西的後勁很凌厲 其實在這部戲裡 除了他的演繹之外 亦都發揮到他的動作的勁法 所以我們剛才還沒做訪問 我就問問 你們的動作指導是哪一位呢 他是介紹給我 是哪一位 我們在現場叫做Kenji-san 他的全名是Kenji Tanigaki 就是一個很有名的動作導演 他已經做了很多年 他很多時候都會幫我子丹歌 恩子丹 幫恩子丹 是你的朋友 這次他帶他的期望來拍這部戲 哦 即是看出他量度的動作各方面 周圍利用周圍的環境 其實我們是少見的 他跟平時動作和香港的戲 有些是不同的 你都覺得是嗎 而且他用了很多兵器 我想說 他很厲害的兵器 其實他最厲害的是什麼 他最厲害的是 因為其實功夫片的發言地是香港 他拿了這個技術 就是拍功夫片的技術 就是加上自己的文化和看法 就變成了一些新的風格 所以看到他拍的動作 很有速度感 還有一些漫畫的感覺 是的 所以很少看到有這些連帶 一些報警各方面的行動 你是少見的 新的 是很新的 創作的動作 變得被你們發揮 是的 是的 不過一會兒我也想問你一件事 但是先喝一口茶 口頭頭手 我們明天的廣告繼續問 好嗎 是的 是的 請你繼續去到法文 因為剛才我們說到九龍城寨這部電影 動作方面 他們的設計非常之特別 那個叫做Kenji Kenji San 我想問一問 因為以我所知 五運龍很小時候已經是練舞 你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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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歲開始 學到哪種舞蹈 你學到 主要是蔡里佛 洪拳和詠春 這三排別 因為我爸教蔡里佛 你爸爸是學功夫的 是的 明白 你七歲就叫做正式學習 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七歲之前 都會不會自己都喜歡 動來動去 看到你那些 因為我那時候小時候 有些過範活躍 有燃燃的能力 如果不是睡不著 如果不是他們睡不著 就變成要用一個方法 來幫我燃燃的能力 那時候最初都是業餘教的 我爸爸 那些叔叔那些 當然他們是專業的武術家 不過賺錢是用其他方法的 慢慢慢慢就開始在唐人街 芝一哥的唐人街 文化中心開始教他們的學生 變成了一班師兄弟 最初的感覺就是 跟一班師兄弟玩 不是很認真去練 即是學的 去練熟搏擊的技術 不過就開心 去到十三歲 去到十三歲的時候 就被一個外國的小朋友 一槌打在我胸口裡 打到我睡了 是嗎 他也是習武的 他不是習武的 他是夠大隻的 他是夠大隻的 對 外國嘛 沒錯 那次之後你的心態 心想什麼呢 我心想覺得 為什麼我學了這麼多年功夫 都好像沒用 其實就開始去自己想想 原來就是 那時候就是很皮毛的 做法就是 只是練套路 一些形式 這些東西 不過怎樣去深入研究 功夫 作為搏擊的武術 就十三歲 真真正正開始 那時候就很認真去研究 練習 有沒有想過 將來會做什麼 會做師傅呢 會做師傅呢 可能是爸爸的繼承 爸爸那裏 可能做回自己的事業 那時候我教書的 我讀不讀 我讀教書的 不是教體育 不是教藝術 教藝術 哪方面的藝術 我undergrader就讀 graphic design 就是平反思考 master's 就education 真是文無相處 真是文無相處 恩子丹那些都是這樣 一個是音樂 一個是功夫也可以 我繼續講 差不多了 那時候我看過一些訪問 就是你小時候 因為有些人去你爸爸那裏踢館 派你出去 是嗎 不用說到好像很無合片 芝加哥看來好像很厲害 芝加哥是 以前看芝加哥的戲 全部都是在芝加哥 很合幫的 現在就過了一個年代 不同了 不過都會有人上來嘗試一下 聽碗 試堂 想認識一下我們的功夫 OK 看我們的功夫是行不行的 那是外國人多還是中華人多 我們這間舞館的學生 不是啊 你認識一下你的功夫 那些 外國人多 那時候都是蔡理佛的 我們主要的這間舞館是教兩派功夫的 蔡理佛和詠春 蔡理佛和詠春 那我爸爸的系列 我都跟爸爸的 我都會幫他教蔡理佛 不過我自己就跟了王順良師傅 學詠春 變成在一間舞館兩派功夫都教 那你那時候有沒有想著 將來都出來拍一下東西 還是怎樣 小時候每一個武術家都會有一個幻想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給成龍打一鎚也好 是嗎 會的 那時候小時候在美國長大 做一個華人 你值得驕傲 做功夫片 是呀 因為所有外國人都會說 哇好強 哇 Jackie Chan 哇好酷 Bruce Lee對你影響很大 當然 那你五韻龍 是不是因為李小龍 你改叫五韻龍 還是成龍 因為我學了這個媽媽爸爸 問他為什麼 可能我爸爸喜歡功夫 所以功夫人都會有一個龍 有龍字 很大得的 你演員全部都有龍字 是呀 很厲害 那就這麼幸運 有這個名字就不用改名 所以剛才你說你又是畫畫 designer 你小時候都喜歡畫畫 喜歡 其實我從小到大 就是 是時候最喜歡看漫畫 在美國就看Marvel 也會看外國的 日本的龍珠 不過長大就是Marvel多了 Marvel DC 自己也有個想法 如果第一個事業的選擇 就是做漫畫家 我想畫漫畫的 所以入大學的時候 就想找 illustration 不過我那間學校 就沒有教 illustration 就去讀Graph Design 想做漫畫家 但現在就沒有做漫畫家 就拍了一套漫畫 但這次是江城大樓 有沒有漫畫 改編 但這次其實 除了兩套戲拍得很精彩 其實在旁邊的 如果你說話 你自己都會看完 例如像照片 或者其他很漫畫的造型 你說過那個 你們的Poster 對 跟漫畫有一點出入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 鄭寶瑞導演和造型的人去設計 設計的 不過因為這個故事 做漫畫之前是一本小說 這個是跟著一本小說 你有沒有看中國 即是我們香港以前的漫畫 有有 司徒劍橋的漫畫 我也有提 這是大師級 大師級 那時候暑假都會回香港練功夫 每年都會回來練功夫 那時候就儲了香港的漫畫 即是你拿著 都城寨 龍虎門 古華仔 你拿著去練 去練功夫 回家看漫畫 真的有這個興趣 我想知道 你學設計畫 又學功夫 怎麼會去做演員這一行 在什麼情況之下 就像剛才所說 在外國看東夫片 覺得很驕傲 覺得很厲害 如果一天可以做 類似少少的東西就好了 不過這個夢想很遙遠 你不會覺得我怎樣入行 怎樣去做演員工 不知道 每個人都是想 不過不知道 最主要都是因為我爸爸很喜歡看電影 他們那時候 我和我爸和媽媽 在唐人街會租很多錄影帶 那時候看了很多功夫片 有一部電影 我記得很影響到我的 就是醉拳第一集 盛龍 盛龍 盛龍的 總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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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在這裡培養 去到一天 那時候 我每年都會回香港練功夫 有一年 有個大學的同學 介紹了這行的人給我 去做一些特約 玩玩 然後玩幾次都可以 不是很容易 那要不要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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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的 不會這麼快 走走走走走 一句對拍已經很開心 你記得那個是甚麼作品 不說了 你們問 要找就找到 有很多玩的 為什麼是做死屍 你有句話說很厲害 有句話就睡在這裡 一句話也好 第一次是電視還是電影 電視還是電影 電影 那我就回到美國 然後讀藝書 就覺得我想回香港試試 那時候只有一個聯絡 就拿著兩個帳戶回香港 我們經理人公司是甚麼 製作公司是甚麼 甚麼都不知道 未有經理人公司 甚麼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甚麼事 我常常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那時候還要找朋友 幫我拍攝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 做Flo那些 不過呢 每張照片都是同一套衣服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膝蓋化妝自己搞定 所以自己搞定 沒有脫衣服那些嗎 沒有 沒有 應該是裝肌肉 沒有 我只是穿著洗衣服 好像很有型 不是很有型 即是他連個Com卡都不是很懂得搞的 對 不懂得搞的 所以沒有做模特兒 做演員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那就回到 是不是要去投考做演員 還是怎樣 你有沒有進入無線訓練班 沒有的 那我一來到 就認識了某些電影公司的工作人員 他就會叫我 可能給我一個細覺識 我拍這部戲 拍那部 第一個可以說 我覺得我自己 真真正正入行的 第一個作品就是 《少年立虎》 那時候就是 第一次做 副指導 和武士 那時候剛剛加入了 錢嘉諾做動作導演 那部戲 那部戲就認識了 我兩個好兄弟 安智傑和吳建豪 在那裡開始 那裡就 一接觸了 行內的人 就開始有人說 你有沒有興趣演戲 我有 那時候就簽了第一間 經理公司 不過同時間 都繼續做指導 和做武士 就是幕前幕後一起去 對 在那裡慢慢開始 那你已經做了 武術指導先 已經有 副指導 副指導 不錯 但那時候是多少歲 那時候 剛剛發生 22年前 很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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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已經很帥 對嗎 現在都不敢說 現在當然是帥 但是九龍城寨的樣子 重量仔 重量仔 對 你喜歡那些 這時候我們先休息一下 一會兒回來繼續聊 好 好 繼續回來 繼續有我們今天的嘉賓 黃狗在這裡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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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魔性的笑聲 其實大家在這套戲裡面 都真的 剛才我們說過 看到不一樣的你 然後我覺得最 我記得我們看過一些報道 在這套戲裡面 其實鄭寶瑞導演是讚你 他是讚你 是因為本身 其實黃狗的角色 跟我們現在在電影裡面看的 是不止那麼少的 是更多些 好像是剪了三分一 是嗎 因為鄭寶瑞導演 即是更瘋了 是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更瘋了 只不過鄭寶瑞導演說 因為擔心他太搶了 他的角色太搶了 他有說嗎 有啊 我真的有看那個訪問 然後他說 真的遮蓋了其他演員的光露 他有這麼說嗎 不過你問我們作為觀眾 最深刻的印象 真的都是你的角色 真的 深刻的印象都是你 他有這麼說嗎 是的 謝謝鄭寶瑞 還有有幾場打鬥的那些 你們看到 哇 真的打得很燦爛 如果不是 真的懂功夫 有個底的那些 就真的難 很難拍到 是難拍到的 不過這次很感謝Kenji先生 他是一個很好的動作導演 有時拍的魔術來的 其實看出來 有些東西好像很危險 很牙煙 其實不是的 拍的時候很安全 還有我們對打的時候 都很安全 盡力安全 你始終拍動作片 都是有一種危險的事 這次整體來說 有沒有受傷 最大的受傷就是 撕毀了肌肉 就是腳的肌肉 很少的 有三個grade 就是grade 1 對你來說很少 也會痛的 不是 你做什麼動作會撕毀了大腿的肌肉 跑步 因為可能已經傷了一點也不知道 還有你有看不服氣 我的衣服很浮誇 那些皮鞋 那些八十年代很高的爭 又不會有 沒有air 沒有air 沒有反彈力 有一場是要追他們四個 跑了一整天 有一個位置要撞過三級樓梯 一撞下來突然踩地踏 一聲 咦 哎呀 動不了嗎 那就是知道 弄傷了 不過那部電影就拍了四個半圓 所以足夠時間中間去休息 醫治好 是 還有好像你這部電影是沒有好吃的 為什麼沒有好吃 因為要脫衣 因為要脫衣 所以要吃乾淨 乾淨一點 健康一點 其他演員那些應該吃得很開心 差點飯 那些火燒很好的 聽說 但是你就要保持 他們也保持的 不過我要保持多一點 因為如果多吃了 那些肌肉就不同了 就不見了 不是不同了 是在這裡的 躲起來 有一場東西蓋著 我想知道 你自己本身有沒有去過九龍城寨 你小時候 沒有 不過我小時候 在未夠長大 看了一部電影叫做Blood Sport Jean-Claude Van Damme做主角 是一部西片 也是功夫片 香港取景 在城寨 我看到這個地方這麼特別 我已經開始很有興趣 不過那時候沒有網 沒有網絡 所以香港的資訊很難 所以資格就資格 想不到回來香港之後 同一個地方這麼有緣分 其實我小時候有去過九龍城寨 我覺得又不是那麼邪惡 不是那麼恐怖 我也有過去 旅途很溫情 街坊 我們小朋友 那些東西 拿些汽水給你 給你吃 其實外面那些小朋友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很開心 當然 旅途是有脫衣服的 不會亂供給我們進入 裡面應該是有些三三五樂的 一定也是 但他們自己管自己 他們不會搞外面的人 但是街坊是很好的 所以我小時候看起來比較邪惡 可能做電影要拿回他們以前的背景 打也是有的 有些大打鬥發生 我還沒見過人打架 那裡有新聞 那時候有幾宗是很大的 我相信也有 也有 因為那時候我爸爸做過東頭村的村長 那當然是猛料 很多時候那些人做晚上就打進來 他真是古天樂的角色 東頭村村長也很厲害 要鎮壓著 這麼厲害 有背景 我看電影 真的很特別 特地要請你 我想知道你的感覺 這次你拍完這部電影 真的得到很大的迴響 很多人都欣賞你 我們幾個都是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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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用這樣撲 那是五師父 五師父 你自己的感覺是怎樣 很開心 其實你做一個藝術的 你的作品 或者你的角色是受歡迎的 很窩心 其實這次我們借票借了很多次 借到人都借了很多次 我的意思是 無論借多少次都好 那些位置都滿了 最開心是看到這場景 很開心的 其實是值得的 我也替你高興 謝謝 因為一個藝術 其實你等一個機會 等一個好的角色 一個好的角色出來 整個人都不同了 接下來會不會接電影 都是做反派 還是做正派 沒有什麼所謂的 我覺得正派也好 反派也好 最重要的角色是適合自己 以及可以有空間去發揮 但已經決定要開前轉 前轉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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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有些網民或觀眾 不知道 因為先推出了一些文章 原來內部 有些網民以為誤會 就說 他們拍好了 應該是 很快下個月一看 原來沒有的 沒有的 應該要拍 因為這麼受歡迎 這麼受歡迎 成勝追擊 是呀 成勝追擊 定了日期沒有 即是算了日期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很初步 很初步去宣布這件事 好 那我們 有時間先聽廣告 再繼續聊一下 好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開心家房 好 繼續回來 繼續有我們今天的嘉賓 吳雲朗 吳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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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能幹 有學設計 有功夫 現在演戲也很棒 而且你自己做製作老闆 老闆就好 不敢說是老闆 不過我和我的partner 他的名字叫雷冠南 是一個編劇 通常我們19年開始製作了一個workshop 推銷了很多次 推銷故事 不停推銷 不過大家記得19年是疫情開始 喔疫情 推銷也推銷不了 沒有辦法 全部都停了 不過剛巧我選了那個時間 開workshop 最初都有些灰色 為什麼售價都售不到 我還要飛去美國 去Amazon 去Netflix 售不到的 只有興趣談 不過沒有興趣買 不過去到2022年 市場開始好一點 開始有些offer 非常感謝 售了三個產品 三個故事 剛剛上個月我們拍了一個 香港拍了一部 找回我的好兄弟 安志傑一起拍 喔 是動作片來的 是動作片 通常我拍其他電影 應該沒有人看 哈哈 也不會 也未必的 我自己真的喜歡 如果有選擇都好 我都會 即是給自己發展自己所長 是吧 自己比較擅長用動作來講故事 是 那個故事是不是講回香港發生的事 還是哪裡發生的事 就沒有講 沒有什麼specific的地點 總之我是一個殺手 安志傑一個保鏢 最初是有一點點不喜歡的 之後就一起去打壞人 喔 OK 已經拍完了整部電影 拍完了 拍完了 現在在剪片 哇 大家都期待你有那套電影照 多謝 這套電影叫什麼名字 無名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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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名火起的 真的 無名火 我聽到 所以又是打的了 那個火一定起的 哈哈 以我想知道你又下個星期 不知道什麼時候又去廣州又拍攝 是嗎 是 去內地拍一部網大電影 也是動作片 喔 很忙啊 OK 不過這個之前已經要聊了 聊了 但有沒有真的因為黃狗這個角色 然後真的來的時候 接了多了的工作 廣告就突然間 之前有很少廣告 甚至乎沒有的 現在多了 要選 現在多過沒有 哈哈 好的 感謝的 算不算 這題都是這次代表作 暫時你覺得算不算 代表作的定律 我不是100% 不過我相信一個人 會想起一個 就會想起我 對呀 會 一想起這部電影就想起飛遲 想起你 你的角色真的比較好 很特別 我們看完我也替你高興 氣硬高 我不懂的 你是對那個工作 尤其是電影工作方面 你是有那番熱誠 在那裡 謝謝 終於等到一個機會來 是個好事 很開心 我想問一下媽媽 我知道媽媽回來了 對於你這次 真的因為這部電影 我覺得 除了因為你的角色之外 也因為我們 大家都在節目之前有說過 借票的時候 大家都讚你 沒有得很好 大家有個觀眾去到 真是百里兩除 完全不生氣 我想知道 那個觀眾是叫他上來跟你試試玩一下 其實我們借票一向都有個互動 每場都有的 是嗎 每場都有的 是嗎 都有互動的 這次我們選了 很多人舉手的 剛剛選了一個觀眾 很投入 他抽離不了 他覺得你還是黃狗 有很多人覺得 是不是電影公司安排 如果是我走了 當然不是 有時候都會遇到觀眾 比較投入 可能以為我真的是黃狗 很想打他 很想打他 又選了一個師傅的人 很多網民都讚你 說你很大方 那天晚上就是那條片 洗版 那天品很好 那天晚上都收到很多訊息 問候 有沒有事 我沒事 沒事 沒事 睡在地下 好久不見到你的品格是怎樣的 媽媽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開心不是 不是被你摔下去 是開心的 是這部戲 這部戲的成績好 是 他們都特地飛回來看首映 哇 我特地飛回來看首映 媽媽、爸爸飛回來 都很支持你 好啊 很開心 他們可以一起看 應該一看完就知道 好了兒子 有什麼評論給你 真的 因為我拍了這麼多年戲 他們都去了很多次我的首映 不過他們覺得這次的角色 跟以往的很不同 大家都這樣說 不過我拍的時候的過程 我每天都跟他們聊天 他們在外國那邊 所以他們都大概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 不過他們看到反應 他們都很驚訝 他們都想不到這麼大的反應 簡直是proud of you 是吧 希望了 哈哈哈哈 今天非常高興 請到你來和我們分享 拍九龍城寨的一些趣事 以及值得我們去恭喜你 多謝 我想所有觀眾都期待 你下一次的一個名作 最近是無名火 無名火 我們期待 好嗎 祝你一切如意成功 希望繼續大賣 多謝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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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